上海临时政府特别公告 于2019年12月在武汉发现的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肺炎疫情 已经在武汉失控 在湖北失控 马上中国会失控 上海若不采取断燃措施 也会失控 为了保卫上海 保卫上海居民的生命安全 保护在乎外国人和中国人的身体健康 上海临时政府发布特别公告如下 1.支持上海实行高度自治 除外交军事 上海有上海封城救护管理委员会 自主管理 2. 折承上海市政府封城救护 成立由上海市施展任主任的封城救护委员会 主导救护一切 统策一切在乎 2. 人力物力 2. 人力物力 3. 保卫上海 3. 保卫上海 3. 接着实行半封城 4. 关闭高速公路 5. 暂停国内航班 5. 铁路 5. 长途汽车 5. 连接江浙的普通公路 5. 设关卡 5. 中国人指出不尽 6. 上海人和他国人可自由出路 5. 设立2020年1月1日 5. 来护中国人隔离区 6. 设立2020年1月10日 5. 来护上海人和他国人隔离区 妥善安置 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 保障生活用品和食品供应 隔离两周后 若无武汉肺炎泥肆症状 可自行离开 5. 设立上海人和他国人 疑似武汉肺炎患者隔离诊治病房 设立中国人 疑似武汉肺炎患者隔离诊治病房 提供良好的诊断治疗服务 一旦确诊 转入武汉肺炎隔离医院治疗 6. 设立上海人和他国人 武汉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 专居治疗病毒肺炎患者 专居医院 给予高质量的免费医疗 直至康复 7. 所有咳嗽 发烧 胸痛 呼吸不畅的人员 有责任去医院就医 发现家人有此症状者 有责任护送患者去医院就诊 8. 采购 储备和生产 能够满足全上海 三千万人口的 三到六个月的食品 粮食 蔬菜 生活用品 药品和其他用品 9. 即日期 停止银行的 黄金和外汇的流出 暂停 大笔贷款的审批 暂停 上交中国中央政府财政 10. 室内交通 公交 地铁 全部免费 直至疫情结束 乘客必须戴口罩 预防传染 上街 建议远离拥挤人群 必要时 请戴口罩保护 11. 各街道 办事处 积极登记 自愿 手留在家人员数量 次日 对 留守人员 免费发放 食品和饮用水 12. 有长征用 全市出租车 指导驾驶员 做好高度的安全防护 专门服务于病人 孕妇和老人就医 13. 即日其 增加警察 教师和普通医护人员的工资 至双份 增加隔离区医护人员工资 至三倍 增加武汉肺炎 专属医院医护工作人员的工资 至四倍 14. 关闭学校 学生可视频上课 关闭图书馆 电影院 剧场 停止音乐会 运动会等 鼓励在家上班 降低传染感染风险 15. 我们欢迎西方国家政府 组织 资源 上海 欢迎传染病 专业医护人员 来后参加 防疫 除以工作 也接受医疗设备 医疗物资和其他相关医疗资源的捐赠 上海 是世界的上海 上海自由市 自1845年建立起 今天 因缘 又恢复自由市地位 上海 有优秀 优质的医疗团队 也有完善的医疗设施 和充沛的医疗资源 封城 是为了保护上海 把疫情 伤害 减小到最低程度 我们相信 上海市民 和 支持上海 热爱上海 生活 工作在上海的人们 共同努力 一起拯救上海 保卫上海 让上海早日重返 国际 大都市的行列 谢谢大家